是不是 偏藏口跟正藏口开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Hello Hello 来吧 这个 看是外面臭臭的 但臭它是好东西 有底色的 臭是真的臭 对 臭是臭的 有点底色感觉 总还可以 不是感觉有底色的 哪里的时候有点像墨西沙又不像墨西沙的 不要看藏口嘛 每一个的藏口会出好东西的呀 对 但是藏口也是重要的 是不是 偏藏口跟正藏口开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同时还过得去吗 弟弟摸摸多少钱 可以的 弟弟摸摸摸我也不多说 我直接给你三千 八百块钱吗 不要说八百块钱啊 这个不是没有色呀 有底色的呀 有底色是有底色的呀 但是这个藏口不太正的 这个地方有一个销口 有销口的 一千块钱吗 有裂呀看 我都不说了 给你三千了 我不是报价呀 我是给你卖价的 我也不是乱报价那种的 高高价 还行嘛 东西 加两百一千二 好吧 一千二百一千二 这个可以开窗了 开出来应该有点底色 有底色的 你们 这里的 这里的看得到呢 应该是个敲口 对呀 挖石头挖断掉的 怕敲口到这里的有了呀 点一下啊 料子呢还是可以的 就是看它底子干不干净的 因为这种稍微偏一点的墨西山 就怕底子不好 开了就知道了 总是可以有底色 但是呢 说实话底子稍微灰了一点 敲口偏还是不太好玩 这个如果是正常的墨西山的话 开出来底子不会这么灰的 就算了 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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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了